嗨大家好 我是真妮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赚大钱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农历一月整体运势 属虎之人 在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有芯片及时通知哦 本月整体运势 属虎之人 事业扩大 凡事谨慎 历春节气后呢 进入时辰作笔之急运 有机会成名成家 的巅峰站在 闪亮的舞台上 也有可能是人为 创造的机会 也可能是众望所归 须注重时事 环境 风水 扩充人脉 总之呢 一切都是为未来 抢先布局哦 整体运程顺遂如意 财运方面 胡宝宝的聪明才智呢 得到了发挥 脑子里呢 有很多赚钱的想法 这些想法呢 不仅呢 心盈独特 还具有变现能力哦 幸运的是 本月呢 还有贵人相助 他们呢 提供了不少的资源 让胡宝宝呢 能够抓住呢 市场的机遇哦 将自己的想法落实 财富呢 就会快速增长 感情方面 女性的胡宝宝呢 桃花暗淡 感情一般 男性的胡宝宝呢 本月呢 非常适合了弹琴帅 但是呢 男性胡宝宝呢 魅力和诚实直率的表现 在疫情中呢 颇受欢迎 有机会呢 得到呢 心仪对象的青睐哦 有半年来幸福宝宝 感情稳定 幸福美满 事业方面 得到贵人的助力 在这个月份呢 有大展拳奖的机会 面对一些呢 兼具任务的时候呢 常常呢 会得到帮助 有更多呢 休息的时间 所以呢 并不会感觉 太大的压力 健康方面呢 心情舒畅 精神饱满 不可熬夜贪玩 影响健康哦 龙力音乐 胡宝宝的 马祖指引签 第十六签 第十六签 丙武签 鼠水立东 宜齐北方 诗曰 不需作福 不需求 用尽心机 总未修 阳士不知 因事事 观法如鲁 鼓不自由 林谦姐 心愿无法达成 这是因为呢 自己不知道的因果关系 因此呢 现在的种种不顺遂 不要怨天尤人 做事呢 要心存善念 循正道而行 尽自己的本分 多做好事 努力的积善因 未来呢 才有结善果的机会哦 我是珍妮佛 我们下回见 拜拜